Baby baby 愛出乎遺寥 你的微笑 又像是玩笑 我突然睡不著 從前我愛姐而且還滿 你好 請問一下是愛姐嗎 對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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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們這邊是 Kiss Radio 我終於聯絡上你了 對啊 好開心 我們剛剛其實要跟Alisa聊了好多 然後我一直呢 對於這次專輯裡頭有一首歌曲的歌名呢 我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原來呢,聊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這個idea是從你這邊想出來的 鐵蝴蝶 喔,對對對 為什麼你會 當時會想到的這樣子的一個名字呢? 沒啦,因為我 就是想啊 我跟阿莉莎快認識兩年嘛 從前約到前 那她其實是一個外強 也不能說中堪 就是,其實內心是比較柔軟的 柔軟的 她只是外表好像 大家覺得,哇,她唱歌很厲害 殺氣很重 對,學弟子這樣子 就是一個21歲的小女生嘛 然後你跟她接觸過之後才知道 她其實是一個生活白癡 等一下,我們剛剛不知道這件事情喔 我一直覺得她應該還蠻清明幹練的 喔,沒有沒有沒有 她完全可以把東西放在我的辦公室 然後一分鐘就不知道她擺哪裡 然後一直到達上 不好意思,她就擺在我的辦公室上面 那我就在想說 怎麼樣的一個歌的第一首或是一個image可以代表她這種個性 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想說 她其實是一個還蠻漂亮的女生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族群女生都會這樣 就是好像外表其實是很蠻華麗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蝴蝶就是代表女生 就是很漂亮的啦 華麗的部分 很colorful 對對對 可是呢 有些女生是也蠻獨立的 那可能 有些人會覺得是花蝴蝶 比如像蔡依林 或者是紫蝴蝶 或者怎麼樣 我就想說 有沒有什麼一個反差 那剛好那時候是鋼鐵人剛好出來的 喔 對對對 鋼鐵的東西好像跟蝴蝶是反差很大的 那我就把這個idea告訴了這個靈系 我說我希望這個歌詞是講一個女生 是內心跟外表是反差很大的 那我想到蝴蝶跟鋼鐵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把它融合在一起 她說小孩 那就是鐵蝴蝶 好厲害厲害 那我就很喜歡這個拍照 真的我也很喜歡 謝謝 謝謝 艾姐對於目前Alyssa這樣一路下來 你覺得她的表現 如果以經紀人一個角度 你覺得她做得如何呢 她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她不太會講中文來這邊 真的 真的她只會認識 我要哭了 然後說實在 她其實在錄音的這個期間 這個一年多天 其實挫敗感很大 嗯 因為我找了一個天后幾個這個 個人叫馬玉芬 她很會磨人的 對 她就是會把你的潛意怎麼樣激發出來 那也是真的蠻心疼她 因為她在錄音是 幾乎是累傻 一直累傻錄音室 嗯 她反而是把她以前 就有一些習慣的唱法 然後都要再重新推翻掉 然後再建立一個新的唱法 因為 其實唱英文歌跟中文歌 真的還是不一樣 對 那因為有些中文的歌詞 她 那個意見她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每次 歌詞來說 我們其實要換一段時間解決給她聽 這歌詞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要怎麼唱出所謂的中文的口氣 她揣摩了蠻久了 也欣賦她了 真的 因為你也知道說 就像說我們 我們一個台灣的藝人去美國發展的時候 你突然唱英文歌的時候 那個口氣跟那種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哇 剛剛艾傑給她的肯定 Lisa眼眶已經紅了 沒有啦 我覺得是 因為我想很多的聽眾朋友會覺得 反正她就是會能唱啊 有什麼啊 是可能錯了 沒有 因為畢竟說她有一些東西是 如果仔細聽了這張專局的話 她真的是重新再去知道說唱歌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她以前就是可能就像批館啊 或是比賽的時候 她都是用技巧在唱這些歌 因為短短兩分鐘 你要讓人家注意到你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呈現你的感情部分 但是一張專輯十首歌 你要讓她感情不變的時候 對 你要怎麼樣把感情放進去 這是非常 這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 對對對 所以她在這一年多 她就在插摩這個東西 那也辛苦她 因為一直被我們 夾哪裡不好哪裡不好 她有時候蠻挫敗的 哭了好幾次啊 對不對 但是最後成果是美好的 而且是有目共睹的 對不對 我覺得我常跟她講 有破壞才有建設 真的 真的 好 謝謝艾姊 謝謝 掰掰 謝謝